后廊新村今年年未农 经过火箭服务对桥手打造 后廊新村及宫市一带如今已经大红灯笼高高挂 数百灯笼大放光才让后廊春意盎然 也准备好迎接太平游子回乡过年 后廊火箭社区中心主任郑传逸 今日联合火箭服务队对长林西华 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行动党服务队除了在后廊希望公园 及巴沙停车场安装了 十二盏太阳能自动照明灯 让后廊市明夜晚也可以运动休闲 服务队也通过后廊区州议员尼可敏拨款 在巴沙周围都挂上了大红灯笼 使到疫情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散发出年的气息 本周日邀尼可敏主持亮灯仪式 郑传逸指出 除了安装灯笼 火箭服务队也美化后廊八挂上了漂亮的红灯笼 痛时重新粉刷巴沙的入口处 此外 后廊体育中心工程也将赶在新年前竣工 目前更已经装上国文 中文级戴米尔文三语招牌 全面体现西蒙坚持多元 捍卫中庸的野国理念 让后廊成为模范选区 郑传逸指出 服务队已经邀请P州行动党主席尼可敏 及太平区国会议员郑国林 与本周日晚上主持亮灯仪式 象征新的一年我国将告别黑暗 迎向光明